哥哥給我的印象就是 應該 因為以前在媽媽那一輩的時候 都經常聽到這個名字 我想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那一輩的 親戚或者親人都很喜歡哥哥 從小到大都聽他們播追這首歌 然後很風趣 我覺得我也有看哥哥以前的一些訪問 你會感覺到其實 他是一個很放鬆 他任何訪問都是一個很自信的一個人 對於我來說 其實追這首歌 我記得我以前在一個演唱會裡面有唱歌 我知道自己的唱歌的範圍其實都是 屬於比較中音的範圍 他這首歌其實都是中音區的 整首歌令我唱得很舒服 當然一定要聽他原版的演繹 但是我知道他重新再唱再編排過的時候 會知道一定要有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唱法 否則太依賴的話 就會有點令人覺得太模仿的感覺 我不想讓人覺得會有模仿的感覺 因為也無法模仿 徐浩監製一向都很了解我們MIRROR的很多成員 因為其實有演唱會監製 或者是比賽的時候已經有合作過 所以他都很了解我們每個人的風格 那時候其實都是唱著韻的 很多時候都是唱著韻的 雖然之前已經有演繹過這首歌的詞 但是完整地去用一個新的編曲去演繹 都是需要一邊唱一邊玩的感覺 幸好的都是比想像中順利的 首先這首歌的編曲比較適合我 還有自己在唱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和監製都互相熟悉 所以其實都沒有太多卡的地方 本身是兩天錄的 然後就變成一天已經完成了 沒什麼特別想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面向 我覺得 但是首先 因為我覺得我以往的solo作品裡面 慢歌比較少 這首歌就完全是一個 我最舒服的音域裡面發揮 所以這首歌對我來說 唱得很舒服 我相信唱的人舒服 我相信觀眾都會聽得比較舒服 對於小朋友來說 因為小時候一定有看哥哥的一些戲 對於小朋友來說 我想不會是一些太深的戲 大家可能金枝玉劇那些 可能對於小朋友來說很深 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交由起事 對呀那個 對於小朋友來說 就是一個很喜歡看的 你會覺得這個 這個人為何可以做到這麼入神 這個角色 這是第一印象 之後看他很多以往的作品 《燕之球》 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都有去了解過這個作品 因為我也看過《梅姐》那一部戲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這個橋段 然後他們做《燕之球》 我就很好奇找回這部戲來看 我覺得他們兩個做得真是很好 因為我覺得很少有藝人 可以將演戲和唱歌這兩件事 可以做得很好 但我覺得他是少數做到 兩者都做得很好 我覺得那個年代的藝人 我覺得那個年代的藝人 其實為什麼會令那麼多人喜歡的原因 因為他們更加有一種神秘的感覺 因為那個時候 社交媒體也沒有那麼發達 而他們那種風趣那種幽默 我覺得現在藝人都比較少有 我覺得我們現在多少都有些拘謹 對於很多很多的訪問 可能人生的月曆或經歷都未夠 我想很多人都有看過我哥哥的訪問 叫做什麼 《今夜不設防》 那個訪問 我想那個是會重新定義了 我哥哥的魅力是甚麼 可能不只在鏡頭面前的一張照片 或者是一些 而是你的談討 而是你的氣質 我覺得這是很難形容的一件事 你見他可以很輕鬆地 現在很多節目 不會讓你吃煙去聊天 但他可以很輕鬆地 很輕鬆地 我覺得這就是 那個年代藝人的人格魅力是更加突出的 我想哥哥在那裡是更突出的一位